针对媒体近期就世事警员Yowa Laja声称在工作场所遭种族歧视发出的提问 警察部队发文告表示将再次审查和调查一切的指控 调查结果将提交给总检察署和内政部长 内政部长将决定是否需要展开进一步的审查 35岁的Yowa Laja生前在警队服务了超过10年 警察部队在文告中透露死者的上司曾聘估 认为他在工作上面对巨大挑战 警队试图通过不同方式协助他包括了为他提供指导 也应他的要求在9年内调到了6个不同的单位任职 自2015年起死者的上司也批准了他种种假期的申请 死者在去年和今年分别工作不超过30天 死者也曾接受警方心理服务部一名心理学家的辅导 基于安全考量他已从今年2月16号起不佩戴枪尸 死者过去几年曾对上司和同事进行举报 包括了两次举报同事在警局范围内吸电子烟和香烟 经调查后吸电子烟的指控不成立 而吸香烟的警员则已遭到处分 警方将再次对一些指控进行调查 警方也表示死者生前和家人的关系紧张 家人也曾经因为死者的暴力行为报警 警方再次向死者的家属致哀 并表示会为他们提供权利的支援